你也不知道 你是怎麼惹活我的 你個大型男 你跟一般男人一樣的沙紋 你為什麼到現在都還會覺得 女人靠張臉可以在現在混的比較好呢 You don't have to 讓大家看到你這一面了 真的 我覺得這個我們在家裡 你發脾氣就好了 何必要在這裡呢 這個意思 我誤會你了嗎 你誤會我了嗎 所以對我們來的 你可以理解 這是我們家裡一種辯論模式 很抱歉 如果有人被我們嚇到的話 我覺得直播就是真人秀 就是你看到的是明星的真實 黃國榮是一個了不起的音樂人 他也是一個很棒的老師 但他就是一個直男的老公 常常會把老婆惹得快毛起來 對他們應該最懂我的人 我可以是我的學生 對我的客戶 對我的家人用情商 但是我的情商不用來對黃國榮 至少在我生氣的時候不用 因為如果他沒有辦法解這個鎖 他就不配做我的男人 不是 這是一個有趣的 這是一個有趣的比賽 但你的心態不可愛 因為你在贏了之後 覺得這件事情應該要拿來炫耀 因為你在贏了之後覺得你是辛苦贏的 而我們是輕鬆輸的 黃國榮你真的不了解你老婆想要什麼 你想成全你老公贏 我心裡也知道啊 我就算你贏了我會怎麼樣 我會去跳樓啊 當然不會嘛老婆 這個是一個梗嘛 沒想到我覺得你現在這麼在乎這個梗 我們玩到這樣你翻臉了 很抱歉 Sorry 我沒有要讓你不開心好不好 那我 你不用準備那個地板了 因為我有帶睡袋 在我的金房 不好笑 來 現在該怎麼辦 大家救我 OK 來 這樣好了